二好,我是杨顾问 客户的服务历程 我们都记录在客户记事里面 当这个客户是我的老客户 他的服务记录有很多 那我要查找他资料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我的服务记录做一些分类 就很方便去查找他过往的记录 而我如何将客户记事做分类呢 一种是规划好的客户分类 我直接套用 所以我要先设定好 一种是我要套用的时候才发现到 并没有这个分类 我也可以同时建立同时套用 要怎么做呢 我以电器行为例 电器行有分安装、维修、保养 当他安装好之后 出的问题就是维修阶段 平常就是要保养 那当客户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记录 什么时候维修的 什么时候保养的 什么时候安装的 是什么厂牌的都有记录 那我们就利用分类很快的来查找相对应的资料 示范如下 进入VITAL CRM的客户 我找到其中一笔资料 假设这个Jone这个人呢 他本身打电话来要干嘛呢 要做热水器的安装 我就在记事类别点一下 这里有个安装 我就选安装 然后呢 关闭 我存档之后 您就会发现到 这里头多个分类 叫做安装 而有另外一个客户 他呢 可能叫做 KO的 他呢 打电话来询价 询价某个厂牌的 还安装总共 报价多少钱给他了 那他来询价我是不是可以呢 把这个记事呢 给他分类 叫做询价 可是呢 这里头目前没有询价 怎么办呢 我就类别 加上询价 我新增就有啦 同时打勾 那我关闭啦 我存档之后 就发现到 有询价啦 下次如果你还要在做记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 记事类别这边就多一个询价 所以我们可以在既有的直接套用 没有的话呢 就新增类别新增 有直接套用完 打勾之后呢 选关闭就OK啦 而公司应该是事先规范 规划好 有哪些分类 大家只要套就好了 免得每个人定的分类都不一样 那怎么一口气定一堆分类呢 我们示范如下 我希望建很多的类别 以这个来讲 我要那么多的类别 每一个类别里头 用分号隔开 也就是说 我客户的类型有分 音乐场所的 住家的或商办的 设备类别有分 壁挂型的 厨师型的 空气门 还有厂牌 设备的品牌 是什么品牌的 有日历的 东元的 这些 我都要放到分类里头 所以每个分类用分号隔开 我就把它先框选好 然后呢 我到哪里设定呢 这里关闭 我直接到管理 我直接到管理里头 有个类别 类别 类别里头下方有 记事 就是记事的类别 我选记事 这时候这有提醒你 每一个记事类别 用分号隔开 我刚才都设好了 我就Ctrl V 贴上存档 会不会发现到 这么多类别都出来了 所以你设好之后 以后客户里头 你在填资料的时候 我随便又挑另外一个客户 叫姓李的 然后你要针对他记事的时候 这就有很多的类别 让你挑选了 你可以复选 可以选好几个 这时候关闭就可以了 我如果关闭 假设你输入好内容之后 存档 你就发现到有这么多类别了 本单元介绍你 如何先规划好记事的类别 然后直接套就可以了 而后我们在筛选的时候 就可以很方便的筛选出 相对应的资料 怎么做筛选呢 预知详前 下回分解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 拜拜